喂 你们怎么还不回去啊 关你什么事 怎么不关我事 里面可是我嫂子 姓莫的 小心我把你的医院给拆了 拆就拆了 你要是把我的医院拆了 大不了啊 我就把医院建在你们阮氏集团里 这样还省了一大部分钱呢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很不要脸 好像没有哎 好了 你们都不要吵了 又不是我要吵的 是你这个面汤哥哥 哥 要不然我们先回去吧 反正小暖已经休息了 我们明天再过来看他吧 麻烦你告诉里面那位 这一次我一定会把小暖带走 他跟在那个人身边 只会招来不断的麻烦跟危险 是吗 如果你有那个本事 慢走不送 阮青薇和阮青尘离开以后 这一层似乎安静了不少 墨千秋快滚进来 墨千秋最后还是以最快的速度 跑进病房 老婆小五 妈妈 妈妈不要走 脑内一直在说梦话 叫都叫不起 不要 你们不要过来 妈妈 妈妈不要丢下小暖 妈妈 暖暖 你是做噩梦了吗 阿叔 我妈妈 我想要妈妈 为什么我没有妈妈 乖 你还有我 嫂子 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吗 我梦见 我妈妈被人推了下去 我好像也掉了下去 绝 这段时间 不要让嫂子受刺激 治不好吗 这个是嫂子自带的 我怎么可能治得了 治不了 那我就让你去非洲进行免费给人看病怎么样 靠 不带这样的 出去 墨前就听到夜明觉的话 连忙跑了出去 暖暖 胳膊还疼不疼 不疼 告诉我 刚才都梦见了什么了 我梦见 梦见我妈妈被别人推了下去 然后妈妈紧紧的护着我 最后我也掉了下去 后面就越来越模糊了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妈妈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妈妈长什么样子 暖暖 我的妈妈就是你的妈妈 我们都会对你好 乖 有不要再休息一下 那你陪我睡 我要抱着你睡 我害怕 我自己一个人被绑着我会梦到 夜明觉抱着安小暖 安小暖格外的安心 不一会儿便睡着了 夜明觉看着安小暖已经睡着了 小心翼翼 轻手轻脚的下床 捏手捏脚的走出去 明镜与点点栏目